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对于许多人来说 退休后就进入了自由状态 没有人管束 完全可以按照想法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让余生了无遗憾 但事实都有因果 有些事情做了 会给你的生活带来灾难 削弱你的晚年福报 所以并不是想做的事情 都可以随心所欲 下面这三件事情就千万别做 一,不要做有损健康的事 人退休后从年龄上说不算老 但身体已开始步入下坡路 再有宏图伟劣 都没有健康的身体重要 不管是出外 玩乐 还是在某职业 又或者是帮助儿女 一定要量力而行 且不可过分 伤了自己的身体 赵大姐55岁退休后 就去帮助女儿带孩子 女儿是一个企业中层干部 平常工作很忙 与女婿经常加班加点 孩子没有人带 所以产家一满 就把母亲叫了去 女儿上进心墙 让赵大姐很是欣慰 她毫无抱怨地承担起了带孙子的任务 每天买菜做饭带孙子 忙得团团转 然而 一年时间后 赵大姐感觉身体越来越不舒服 经常出现头昏 头晕的现象 有一次差点摔倒 赵大姐去看了医生 医生说她的颈椎病比较严重 开了些药 虽然吃了后有些好转 但女儿说什么也不敢让母亲 再帮自己带孩子了 她请了个保姆 让母亲回家与父亲做伴 互相有个照应 赵大姐回到自己家后 老伴还在上班 她白天一个人在家无所需事 就与小区里的姐妹们搭起麻将 每次一打就是几个小时 颈椎还没好利索 腰椎又出现了毛病 这时 她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年龄大了 再也不能任着性子去做事了 很多退了休的人闪不住 总想通过做一些事情 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不愿服输 但老年人的身体机能 已不如年轻人 老年人必须承认这样的现实 不要逞强 尽可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既锻炼了身体 也不会让自己太劳累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即使自己的福气 也不会给家人造成拖累 二 不要在乱花丛中流连 钱钟书在围城里说 婚姻就是一座城 城里的人想冲出去 而城外的人想冲进来 困在婚姻城里的人们 婚姻生活琐碎 抹去了最初的感情 或因贪图一时的新鲜 而迷失了生活的方向 有人就会吃着碗里的 想着锅里的 既舍不得原配的全身心的付出 又放不下婚晚那个迷惑自己的人 想着能够享受其人之福是最好的 今年62岁的王大哥 原来上班时是企业领导 他一直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 要说有缺憾 就是有一个让他不怎么满意的妻子 虽说妻子能够下得了厨房 却上不了厅堂 这么多年 他身边从来不缺年轻漂亮的女人 他们有的人向他献殷勤 但他考虑自己领导的身份 刻意保持着距离 六十岁退休后回到家 看着普通平凡 满脸皱纹的妻子 更觉生活无趣 为了摆脱这样的状态 他每天去小区参加交易舞活动 跳舞时间长了 就跟一个姓袁的女士好上了 原女士比他小十岁 人看上去年轻 舞也跳得好 他们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 有时 王大哥会约上原女士一起吃饭喝咖啡 出外游玩 原女士也不拒绝 很快的 两个人相好的事情 就被传得沸沸扬扬 王大哥的妻子也听说了 在王大哥看来 妻子人老猪黄 每个月只有两千元的退休金 如果为这件事离开他 那是他的损失 然而 妻子没吵没闹 以孙子上小学 无人接送为由 住进了家在本市的儿子家 这期间 王大哥一次洗澡时 不小心在卫生间滑倒 腿部发生骨折 幸亏手机还在旁边 他给儿子打了电话 医院做完手术后 出院需要卧床几个月 这时妻子拿着王大哥的工资 请了保姆来照顾 自己又去了儿子家 原女士在王大哥卧床期间 一次也没有来看望过他 躺在床上的王大哥 又回又恨 他一面恨袁女士的薄情 一边怨妻子不顾多年 夫妻之行 对他不管不顾 实际上 王大哥的妻子这样做 是被王大哥多年的行为 喊了心 自己长年操事家务 养大孩子 王大哥全然不感恩 原指望退休以后 他能够收回心思 回归家庭 两个人相依相伴着养老 却不料 他与别的女人玩得痛快 他对王大哥失望至极 人们常说 上来夫妻老来伴 夫妻间最重要的作用 体现在晚年 这时候身体疾病突现 外家的荣耀已经远离 孩子们已经成家 面对人生的孤独与寂寞 伴侣才是互相最好的依靠 对于老年人来说 重要的不是拥有多少钱 而是有一个能够 真心待你的人 在你生病时 能够不离不弃 倾心侍奉 如果想晚年获得幸福 就一定要好好善待 自己的伴侣 不要在外沾花惹草 以免凉了对方的心 婚姻是一场敬畏 因为敬畏 所以畏惧 知道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婚姻里也许 谁都曾经有过出轨的念头 但只有能够自律地 把控好自己的人 才会真正享受到 余生的幸福 每一场婚姻都不容易 跟天下的每一对夫妻 且行且珍惜 不要做出让自己后悔 让枕面人伤心的事 能够真正享受到 一生一世 一双人的福气 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珍惜眼前人 珍爱枕边人 让余生过得更加 幸福 快乐 三 不要做违背原则 和道德底线的事 陈大姐55岁退休时 儿子还在读博士 她每月有4000元的退休金 要说个人花费 这点钱足够了 可她考虑将来 要给孩子买房 老公虽然还在上班 但她是个工人 每月所挣的工资 只有5000元 就算不知不合 也无法付得起 儿子房屋的首付款 于是 退休后的她 决定找一份工作 她以前上班时 所做工作是会计 多年工作 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她想找一份财务工作 可应聘了几个单位 大单位都嫌她年龄大了 不愿意录用她 小单位给的工资都很低 不但会计出纳 要以手间 上班地方还远 她找了三个多月 也没有找到理想工作 这时 有熟人给她介绍了 一份会计工作 每月收入6000元 这让她有些喜出望外 跟老板面谈后才知道 老板为了减少交税 要让她做两份账 一份假账 是用来对税务局的 这让她很犹豫 干了多年财务工作的她 太明白假账是怎么一回事了 就算假账做得再天衣无缝 但假的就是假的 是心不如稀查的 一旦查出 不但老板要承担责任 她这个直接当事人 也脱不了干系 但6000元的工资 吸引着她 以她这个年龄 再也找不到 比这工资更高的工作 随后想了想 抱着侥幸的心理 接了下来 然而 事情发展出乎她的意料 一年多时间后 老板与出纳之间 发生经济矛盾 出纳愤而辞职 去税务局举报了 公司做假账的行为 税务机关 安排继查人员 来企业检查 事情面前 她与老板没办法 满天过海 真想浮出水面 继查队给单位 下了处罚通知单 对当事人的她 也给予了 一万人的罚款 在庞大的税款 与支纳机面前 公司面临倒闭 人到晚年 应该保持自己的晚节 给人生画上 一个圆满的句号 不要为了金钱 去作违背原则 和道德底线的事情 明白哪些钱能挣 哪些钱不能挣 哪些事能做 哪些事不能做 不要让自己的 一世清白 在退休后 遭到玷污 也让后辈 儿女们 看不起你 人在退休后 在保证 一世无忧的情况下 尽可能去追求 精神上的充实 明白钱财 乃身外之物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勾用就行 明白儿女自由 儿女福 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 就是对儿女最大的帮助 明白人生中有意思 看单生死 不执着 不纠结 保证心灵的平静与安静 才可能获得晚年的 幸福感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富山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